法人 什么叫法人 法为所振之理 心安于法 这叫人 对于这个理不怀疑了 完全肯定承认 法所振之理 法指的什么 一切万法 法有四 有理 四是四项 世间法 出世间法 把一切法都包括进来 这一切法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佛法要问的 是法的真相 真相就是理 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 《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 如梦花泡烟 如路亦如电 印足如是观 这是佛这 《金刚经》上有机制 什么叫有违法 有生有灭 那么诸位想想 一切法里头 哪一法没有生灭 一般人能找到的 只有一口 虚空 虚空没有生灭 除虚空之外 都有生灭 这正不正确呢 不正确 为什么 虚空也有生灭 只是时间很长 你的寿命短 你没看到 可见的 有违法的 没有一法事 没有生灭 佛说法 八一切法 这是弥勒菩萨 造于切斯蒂论 将一切法 归纳为六百六十法 天清菩萨 认为六百六十法 还太多了 初学的人很难 不容易接受 再将六百六十法 归纳成为一百法 叫八法 八法明文论 天清菩萨造的 根据 与切斯蒂论造的 将六百六十法 归纳为一百法 这一百法 后幕后 有六种五位法 这六十五位法 里面就有虚空 实际上 六种五 这个五位法 只有最后一种 是真正的五位法 真如五位 前面那个五种 是相似的 五位法 相似的 凡夫看不出来 菩萨看得出来 凡夫以为是物 是不生不灭 菩萨知道 他还是生灭 那你比如说 是宝图 是宝图里头 确实没有生灭的现象 人无两手 花草树木 无两手 没有看到他生灭 八地以上的菩萨 知道 他还是有生灭 到什么时候 无生灭 三大阿僧七觉 为什么 摄宝图 是无时无名习气 造成的 无时无名的习气 要多长的时间 才能断掉 三个阿僧七觉 那换句话说 三个阿僧七觉到了 最后一瓶 声音像无名习气 也断了 摄宝图不见了 什么东西出现 长济光出现了 这个时候 他融入长济光了 摄宝图没有了 能不能信摄宝图 能 会能大使讲 力点不错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万法里头 包括 十八专业图 也是自信变的 有云 他能先想 没有云 他没有想 真的是火焰 这所真之理 一切万事万物的理 是一个 佛学的名词 很多 我们常用的 叫实相 实相就是真实相 一切法的真实相 真实相不可得 那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这真相啊 不难懂啊 所以 小陈 把见死烦恼 放下了 为什么呢 不可得 知道这一切现象 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包括自己身体 身件呢 五种见惑 破掉了 第一个身件 知道身是假的 身是刹那生命 一切万法 通通是 常常常生命 我们 六十 或者说八十 所能圆导的境界 都不是真实的 通通通是生命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 不知道啊 你永远在迷 你以为真有 真有怎么样 你去造业 你要知道是假的 你才会放下 放下呢 放下不造业了 人不造六道轮回的业 就特立六道轮回 轮回的业是什么 染物 染足 着实着想 是受外面境界的感染 你把它放在心上 错了 假的 不是真的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陀佛